CB官宣大反转,辽宁队意外惊喜,广东宏远不妙,杜芬面临困境 北京时间4月10日,CB季后赛即将开始 各支季后赛球队都将投入激烈的争夺中 他们为了争夺冠军将全力以赴,展开冲分 季后赛将是争奸对卖忙的较量 比赛将更加残酷激烈,充满了悬念和刺激 让人们更加期待 冠军的争夺已经在第一轮季后赛中展开了 在季后赛的第一轮比赛中 常规赛前4名的球队将轮空 等到第二轮才会出战 辽宁南篮一直是本赛季的热门球队 而新疆南篮紧随其后 但是这种高度评价给辽宁南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一直被看好夺冠 很可能会加重球队的负担 让球队教练组和球员们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 影响他们在比赛中发挥出最佳状态 甚至可能在比赛中释放不了全部的能量 尽管大家在为辽宁南担忧 但在CB季后赛开始之前 他们却迎来了一则令人意外的消息 据CB官方统计显示 在最近一次的球迷调查中 有76%的球迷认为广东宏远会夺得总冠军 这一结果对于广东宏远来说 或许并不是好消息 因为他们一直以低调示人 希望在关键时刻突然爆发 然而现在却成为了重视之地 外界球迷对广东宏远得冠的乐观预期 可能会给球队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 相比之下 这反而为辽宁南拦减了压力 现在广东宏远球员们身上 背负着夺冠的重压前往比赛 而辽宁南拦则因此成为了受益者 都峰始终希望在季后赛中取得好成绩 然而广东宏远的夺冠野心 可能已经被他人察觉 这也会让其他争冠球队 更加关注他们 使得广东宏远球队 不可避免的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这对于杜峰而言 无疑是一个新的困局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 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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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À AMD